国家环境局将实施强制性自行归还晚盘的措施 9月1号起执法人员将对没有遵守新条例的时刻采取行动 屡劝不听者将面对300元的罚款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国家环境局表示时刻自行收拾托盘和餐具的意识薄弱 在关闭疫情期间为了加强公共用餐场所的卫生情况 当局决定强制时刻 在用餐之后自行收拾用过的托盘餐具和垃圾 这项新措施将在6月1号在全岛111个熟食中心落实 接着会有三个月的适应期 从9月1号起执法人员就会向留下餐具的时刻发出书面警告 第二次为例的人会被罚款300元 再犯的话可能会被控上法庭 最高的罚款达到2000元 当局表示今年第四季度新条例会逐步的在咖啡店和时刻落实 接着会有适应用这些可以 BranchD sitting 烡肉両盆 自己的代式 字幕 李宗盛